《慈悲心和菩提心的灌修方法》 今天我们会继续讲《慈悲心和菩提心的灌修方法》 第三集 我们在第一集讲了《空性菩提心的正解》 和《大余满口缺和强智的谋误》 你们可以看《敦诸佛学会》的YouTube里面 就会有介绍 接着第二集 我们是讲《启动进入法界成佛程式》的灌修方法 你们最好都应该是要看的 因为那里是有一个很详细的讲解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灌修 今天第三集我们会讲什么呢 就是讲一个生死效门的教法 就是怎么样可以成这个《法身佛》的口诀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口诀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在未讲之前 我们再和大家重温一下 关于《慈悲心》和《菩提心》的分别 《慈悲心》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我们与生俱来 都会怎样都有些 是因为我们经过多生多世的轮回之后 我们的那个佛性 就是原本与生俱来 是我们充满着这个慈悲的一个角性 和那种《菩提心》的清明觉性 就会一路路因为轮回淡化了 但怎样都有些少少的觉性 所以很多人与生俱来 他都会有悲心 就是拔苦和慈心 就是与人分享一些快乐的 那个觉性是还有的 但是其实就已经是很微弱的了 是需要经过训练才可以恢复 什么叫菩提心呢 菩提心其实就是说一个很清明的角性 属于正等正觉的角性 就是我们本身就已经拥有的一个佛性 但是就是因为经过多番的轮回 已经是被蒙蔽了 看不到它的显现出来 为了要收回它 可以显现出来 我们才可以脱离轮回 如果不是我们其实是没办法成佛 就是没办法进入去一个永恒的快乐 永远都是在这些轮回的痛苦里面 但是如果要收这个 是比较困难的 要恢复它的话 你要是配合戒定 为三样东西来扶住自己 才可以恢复到 所以他们就把它拆开做 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就是分开怨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之前说过了 就是你要做很多世间的一些法愿和实行 你才可以将自己的正等正觉的 真正的圣意菩提心 可以显露出来 那么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五个步骤的话 你会发觉 如果你要收齐这五个步骤 是相当久的时间的 如果我们没有慈悲心 其实我们是去不了佛国土的 就是我们继续在地狱 我鬼畜生 或者人道那里不断挨苦 人道都未必去到 是很少机会去到的 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 就更加不可以成佛 也脱离不了轮回的牵引力 如果我们说要慢慢收齐这五个 那要多久的时间呢 根据释迦牟尼佛讲 他说如果你是慢慢用显教的方式 慢慢用理解 读一下经 念一下佛号 或者念一下咒 念咒都已经快些了 都要三大阿珍奇劫 那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由第一步收到第四步 都已经要两至三个阿珍奇劫了 如果你要收到第五步 那真的一定要三大阿珍奇劫了 那如果我们在生前 就珍惜现在的人生 因为人生很短 只有几十年 如果我们尽快去收 而且用一些对的方法 和一些窍门去收 我们其实有机会 即生就已经可以成佛 即生已经可以去到佛杀土 或者脱离轮回 如果你搞到三大阿珍奇劫 基本上是差不多 等于不可能成功的意思 那这个一至到五都要收的方法 其实在上一次就教了你们 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日二十四小时 分开三个时期来做收的 第一个我们教你的就是说 你刚刚睡醒那一刻 或者你出定那一刻 或者你在定钟里面 但是那个定警的程度 是有一个提升或者降落的 那一刻转接期 那都会等于是你可以进入这个法界的 就是说我们的法性或者智性 会是一些突然间的一个转接期 它会突然显露出来的 问题它太快了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 就是把握到这些这么珍贵的时刻 来帮到自己进入法界来 都脱离轮回呢 那就是说你就要做一个训练 就叫做啟动进入法界的程式 这个程式你是要不断地做一个训练 那才有个机会的 那但是是否只认识这个程式就可以呢 未够 你其实还要配合一个叫做生死竅门的教法 那两个配合才可以的 那今天就是讲这个生死竅门的教法了 好了 那我们上次就讲解了 哦 其实是怎样收的呢 这个我们先又重温一下 我们这个转接期要启动的那个 进入法界的程式 那个程式有多少个步骤呢 是总共有三个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呢 你是要灌赏自己的自性 就是你的佛性 充满着悲心 就希望呢 就和这个诸佛菩萨融合为一体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诸佛菩萨都是恢复了正等正觉的了 已经 所以他们的觉性里面是充满着慈悲的 如果你要和他会合的话呢 你一定就是本身都要有这个慈悲心 就是说你的总性和他的总性一定是要配合到 才可以融合到一起 融合了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在受保护之下 才可以帮到自己和其他人离苦得乐的 所以当我们要进行做这个悲心的时候呢 来到帮众生拔苦的时候呢 我们先是要 起了自己的悲心 然后 和诸佛菩萨融为一体 那就可以去融化众生的一切痛苦了 接着呢 我们要灌赏我们的自性 充满着慈心 慈心就是说我们要给快乐众生 拔完苦还要和他分享那个快乐 当你和他分享快乐那一刻 就是其实你都已经进入这个快乐的阶段了 那你这样才可以呢 帮到自己和其他人的 那你就灌赏 同一切的众生都融入无尽的法乐 好了 那这一种的自性 你还要进多一步 就是要灌赏它是遍满一切处 它是一种角性来的 那慢慢慢慢呢 你就可以借着这个灌赏 恢复你的正等正觉的了 亦都可以是停留在那个法界 进入那个法界那里 成佛你推理论会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教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式来的 如果你不懂得这个程式的话 就算被你进入法界呢 其实你都停留不到在那个法界的 那好了 那你说要配合生死竅门的教法 才可以运用到这个的灌修的 那那个生死竅门的教法又是什么来的呢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竅门的出现位在哪里 它的出现位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一些重大的转接的阶段 就是你由某一个程度的位置 突然间转接到另外一个程度的位置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的了 死亡就是一个最大的转接期来的 那所以它是一定会出现 那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那我先介绍一个叫中阴 中阴的意思呢 就是过渡期的意思 如果你听到中阴那个字呢 你就不要以为中阴就是死了 那时候叫中阴 不是这样的意思 它是过渡期的意思 好了 它有分类的 原来这种过渡期 分为多少类呢 第一类叫做生中阴 生中阴就是说你 从出世到死亡那段时间呢 就叫做生存的过渡期 那么它名称简称叫生中阴 第二个呢就叫做梦中阴 就是由你入梦到梦醒那段时间 又是一个转接期来的 为什么它要这样分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转接期 每一个中阴去另外一个中阴的时候 都是一个转接期来的 所以梦中阴呢 也都成为一个叫做梦的过渡期 第三个叫定中阴 就是说你修行了 你去入定了 你尝试将你所有的那种的 分乱的思想状态进行沉淀的时候 当它沉淀到某一个地方 或者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你就会突然进入一种 比较清明的状态 由混组去到清明的那个 都叫做转接期 你那个清明的程度是去到什么位呢 由第一级升上第二级 由第二级升上第三级的 那个转接期都叫做转接期 都是会有发性出现的机会率的 所以我们就叫一个名字 给一个名称去上一堂讲过了 那个呢 我们就叫做未到定 就是说你都还未进入 跨进去另一个的界别 那个程度的时候 那个的过渡期呢 亦都是发性会最容易出现的机会的 好了 第四个叫临终中阴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死的时候 当我们正式死亡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临终的过渡期 这个阶段呢 那个我们的智性 或者我们的佛性 又叫做菩提心 那个正等正觉呢 会出现起码一次 两次 其实它一定会出现两次 只不过有很多人 根本呢 就是太快了 那个速度 都不觉得它出了就出了 但是可以告诉你 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的 两次机会 差在你认不认识的 如果你不懂得珍惜这两个机会 你是一个普通人 或者你根本不听过这个教法的话呢 那你就立刻进入分死的状态 大约昏迷三日半左右呢 你就会醒醒的了 好了 那如果醒醒之后呢 你是会进入一个叫做法性中阴 就是法性会一个特别很显著的 显露出来 比连普通人都有机会看到的一个过渡期 临终中阴其实跟法性中阴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呢 那我们会在不断的 以后的集数里面 就会详细讲解的 那这个你就会容易掌握很多了 现在先解释过它的总括来说 是怎么解释先 那如果你错失了 这个临终中阴的这个阶段 你就会进入一个认知的一个阶段 就是你是其实有机会认知到的 你可以见证到这个法性 或者菩提心第三次出现 如果你是可以去认证到 知道它出现的过程 来用一个灌修的方法来融入它的话呢 你也是一样可以成佛 第三个阶段就叫受生中阴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 这个发性中阴可能 真的几秒就过了 你根本不知道它出现过 有时甚至不用一秒就没有了 于是你都没有发觉它有出现过 你就已经进入受生中阴了 这个受生中阴如果你有再错失的话 受生中阴出现发性的机会率就小了 还有比较难认知到的 但仍然是有机会出的 那如何去把握它来收呢 这个已经是我们最后的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再不收到 走到脱离轮回 基本上你就在这里就入胎 那你就被一个物质的身体困住了 你就困在那里了 在那个界别你就会被受困的了 那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修行人 所进行的修行方法 其实都是在受生中阴那里收紧 他们都不懂得如何把握 临终中阴和发性中阴的 大部分人 个个只是在受生中阴那里去收的 但是如果你懂得把握的话 这个窍门你知道在哪的话 其实你仍然有机会成佛的 就不是说只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去到佛撒土就算这么简单的 好了 其实这三个中阴 总共有六个中阴 六个过渡期 但是六个之中已经佔了三个 是在讲死亡的时候 因为死亡是一个大转接期 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生关死劫来的 所以在六个过渡期里面 它已经佔了三个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之重点的窍门教法 一定要懂的 那有些人就说 我听人说有一个叫中阴文武百尊 这样呢 他们说 喂 没理由加个中阴在前面 就应该叫文武百尊 你中阴就是说死了之后才会有的中阴 叫中阴文武百尊 不对 因为文武百尊就算你没死都应该有机会见到 这样说法的人是因为他不懂罚法 或者他的水准很低 所以他们有时在尊栏就这样写 就在那里批评 那些人又说什么收中阴文武百尊 名字都说错 为什么加中阴两个字 那是因为他不懂 其实中阴是在讲过渡时期 在任何的一种过渡时期 在转接期 简单来说 他都会文武百尊都会 你可以见证到他的显然 其实他一向都在 你只不看不到 那我们为什么叫他做中阴文武百尊 不是只是说他死了之后 文武百尊就会出现 其实在任何一段时间 他都会出现 有六个中阴 即六个中阴他都会出现 尤其是你怎么才会见到他呢 在转接期 由某一个意识状态 进入另外一个完全高阶层 或者低阶层的一个意识状态 他都会浮现 就是你的发性会突然间 在转接期浮出来 你的发性一出你就会见到 你的发性出不到就会见不到 所以我们通常 是叫他做中阴文武百尊 不是就这样叫文武百尊 那是为了为什么要加多两个字在前面呢 就是让你知道 在一个转接期里面 一个过渡期的关键转接位里面 可以见到这个文武百尊的显现 然后我们承接着这种 见到的显现就来得救的 来到处理轮回的 所以我们是会加中阴这两个字在前面 如果有些人不懂在批评 是因为他们不懂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林中中阴的捷径是如何显现出来的呢 那我们其实身体里面是有一个中脈 在正我们身体的正中央 它是由什么形成呢 如果你去解剖它的话 看不到有的 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原来它是由一个气场 你整个身体的气场形成的 那为什么会在正中央呢 就是说由于我们身体的结构呢 所有气场的那种 无论是对外的压力 以至形成对内的压力呢 它都会迫在正中央的 那你说如果我偏肤了呢 我歪了呢 或者我半身不碎 或者我整个身体整个歪了的 可能呢 右边就大一点的 歪到左边就小一点的 那会不会形成这个中脈会有偏差呢 是会的 是会的 是因为你的气场呢 偏差了 那但是一般来说呢 都是偏离的而已 都未至于是离开中央的 除非你的身体的结构 真是乱了 乱了 乱了得你 即是肉眼看见都差得很远的 歪了整个身体 如果不是这样呢 一般都是偏差一点点 但是都是总之你记住 是正中央 好了 你在你的额头那里 在那个顶门那里呢 其实我们是会有一个 叫做白色的名点 这个白色的名点呢 我们叫做 父份 父份呢 就是说 在出生的时候 你不是有这个 这个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那然后你再加入 你自己的 第八色 以你自己的过去生的业力 来再牵引其他的东西 这样的嘛 那我们呢 就会和父亲 和母亲的一些精华结合 加上自己的份 于是才形成了我们会出生了 我们会形成这个身体了 所以呢 这个的父亲呢 我们就叫做阳性的精华 母亲那个我们叫阴性的精华 其实我们阴阳两样东西的结合 才可以正式做到我们的身体出来的 那么到我们死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那个关键位是怎么出呢 好了 死就代表由一个阶段进入去 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 是会散失了 是会整个解体的了 那这个我们本来分离了的呢 如果我们在四散的时候呢 同样也都会出现一个现象 重新组合过 好了 那它组合的时候就会怎样呢 它就会合一 再次合一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母份我们就叫阴性的精华 是红色的名点 那分别的位置就是 父亲的在顶门 母亲的就是在那个 池下的一个四只手指的位置里面 就会有个母亲的份在里面 我们叫红色的名点 本来这个阴阳呢 是分别在这两个位置的 到我们死的时候呢 所有东西散失 就包括气场都散失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种特别的状态 而我们自己本来有个心色呢 就在我们那个中脈的 近着心脏的高度 那个位那里有一个 我们本来寄存了我们的心色在那里的 它是一个非物质 是一种角性 是一个第八色 但是我们不能叫它灵魂 外教叫它灵魂 因为讲到灵魂 就是有物质包含在里面 那些才叫灵魂的 我们不叫灵魂 是因为它是非物质 所以我们不会叫它灵魂 我们叫它做什么 第八色 第八色是一个非物质 我们这个第八色就是寄留在那个中脈的 近心脏的那个位 那我们叫这个位做什么 叫做心轮 我们会叫这个位做心轮 在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的气场会溃散的 当溃散的时候 那个中脈就会收缩的了 就是被那些气压压 本来我们的中脈是由气场形成的 由本来我们是 那个结合了的一个 副份和母份 和我们自己的那份 本来是结合了的 那我们出生的时候 它就因为那个气场 就把它拉长了 就分散了出来 就分别了不同的位置 到我们死的时候 气场呢 撑不住了 那么那个中脈也都会收缩的了 于是你就会发现这个 这个副份和母份呢 就会停留不住了 不可以在原先的位置再停留了 那么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认识的 对这件事 我都不懂有副份和母份 又不知它的位置 也不知它会出现什么的话呢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失控的状态 这个失控状态 就会令到我们很惊慌的 那么如果我们是懂修行的话呢 一见到副份和母份出现的时候 你就其实应该呢 就要配合口诀来做灌修的了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收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它会有一些显露出来 让你看到它收缩的 就在你断气之后的二十分钟之内 如果你是擅长气功的例外 如果你是擅长气功的例外 如果你是擅长气功 可能它会久一点的了 你会将那个气场 那个整个中脈是撑住它 就没那么快收缩的 还有收缩的过程都会慢一点 好了 那么我们断气之后呢 其实我们呢 所有的细胞都会断了 那个营养的供应 那个感知也都慢慢呢 是会全部都散失的 在内在里面呢 所有东西都断线的了 开始没有了供应的了 那么跟着我们 因为没有了供应 没有了能量 去撑住那些身体的物质的时候呢 就会整个身体受到气压 外面的气压 压了它 压住它了 一压住它的时候呢 它整个中脈内部的气压呢 都会向内压的 那个内压会很厉害的 那就会形成个中脈周缩的了 那时候你会见到这个白色的明点 向下降 一路降到心轮的位置 你在那时候你会发觉 有三十三种的真恨心是没有了的 你本来平时的真恨心很重也好 那人很容易吵的 譬如你现在就来死了 你就受到很大的痛苦 那个四大分离 压得你好像坐山那样压住你 那些水啊各样 又在那些大小孔道那里 继续排出来 完全在失控的状态 你是很惊慌的 你已经知道自己在死了 那本来你应该很生气的 但是去到那个位置 当白明点开始下降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你突然间所有的真恨心都没有了 你不是在那里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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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觉它没有了 那这三种三十 三十三种的真恨心是什么 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说 总之统称它是一种真恨的心 但是它是可以细分的 好了 我们叫这种现象做什么呢 燃 什么叫燃 就是说你的发声已经开始燃出来了 所以它的名叫燃 就是你一看到这个状态 你就已经知道 发声已经开始燃出了 好了 当这个菩提心或者佛声 开始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应该要怎么样 已经要收了 要开始灌收了 就是说当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 这种交接期就是发声出现的时机 它现在就是这个时机 它出现了 开始出现了 那感觉是什么呢 你会感觉月色缴结 是一个无云情空 没有云的 没有云遮挡 你感觉到月色缴结 那就是等于月亮的出现了 你看到这个白明点 就是等于这个月亮的出现了 那行动是什么 你要立刻启动你的相关的收发程序 和配合一些口缺来收 这种现象我们叫色收入然 就是你的第八色已经开始融入去发声那里 第八色其实就有很多种子在里面 有线的种子 又有恶的种子在里面 那就是说它还未是纯正的一个发声来的 但是当这个白明点开始降落的时候 收缩的时候降落的时候 它因为没有了三十三种的真恨心 就令到那个发声可以有机会显露出来 就是你的第八色就可以融入去发声里面 显露发声了 这种现象我们就叫做内在和细微的一种 收缩融入状态 所以如果你第二天收缩的时候 经常听到上师说你要收缩融入 就是这种状态 开始向外收缩进来 并且融入去你应该要融入的状态里面 好了 接着你就会见到什么呢 那个四带回来其实是继续进行的 而那个终脈的气压也一直是压的 它还会压到你的母亲那一份 红色的明点就压着它向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整条终脈在这里 气场是在收缩的 上下一起在收缩 向着心轮那里收 为什么向着心轮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轮是近乎于你的什么位置 就是身体的正中央 所以气流呢 它们是向压 它们压下去的时候 都是向中间压进去的 所以就向心轮走 所以为什么你的第八色 不会寄存在压头 又不是寄存在池下 又不是寄存在别的位置 而寄存在你的心轮呢 因为那个心轮又是在正中央 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它们就全部向 所以你的心色都会寄存在那里 所以那里就叫心轮 那全部呢 就会向那里走 但是你要记住心轮不等于心脏 心脏是偏左的 心脏不是心轮 你不要搞错了 心轮是一个气场形成 我们的心色所寄存的位 在正中央 好了 于是它两个一向收缩 那四十种的贪念呢 会没有了 譬如我们是 哇 看到月色皎结 好像挺好的 现在这个状态 我可能呢 会出现一些贪念 希望它都留内一点 这个状态 这样 但是你是会连这个贪念 你都发觉是没有了 你在那时候呢 你发觉你的觉性很清明 没有了这些贪念 那这种现象我们叫增 增加增的意思 就是说你的发性会增加显现 那意思 就是说本来现在呢 现在显现60% 现在增加了去到80% 这样的意思 就是增 就是说这种的收缩 是会令到你的发性 进一步显露得更清晰 所以叫增 好了 感受是什么呢 你会感觉呢 好像有个动日初升的一线光明出现 你要记住 不是大片光明 不是刺然的很厉害的光明 是一线光明 是动日初升 就是不是猛烈的阳光来的 是动日初升 那好了 如果我们看到这些现象 又是要启动修法程序 好了 启动什么修法程序呢 那就教了你了 上一堂 就是进入法界的程序 这个很多人不懂的 不过上一堂教了给你们 那这种现象 我们叫做燃收入增 燃收入增的意思 就是发性出现了 开始更加增加的意思 所以就叫做燃收入增 好了 接着最后一步 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副分的精华 就是白色的明点 和这个母分的阴性的精华 的红色的明点 会大家相遇在这个心轮的位置 它会相遇的 因为一路收缩 气流一路向中间压进去 它两个实要实会回合 你放心 就算你的身体偏短了 它也是会回合的 好了 那当时你会发现 有七种的痴 愚痴 都没有了 就是你有很多东西不明白的 有些东西不明白 这些东西不明白 你会突然间觉得 好像自己什么都明白了 那于是那种七种痴都没有了 那这个觉性就出了 我们叫这种叫做天地会合 或者叫阴阳会聚 就是说你本来的阴阳 是因为你的父亲母亲的精华结合 加上你自己那份的结合 而成为你的身体 当你出生的时候 它慢慢因为气场的形成 它就撑开了 大家分布在不同的位置 到你死的时候 你的气场撑不住了 于是就会向着中间的点那里 就回合了 那这种我们就叫做阴阳 正式再结合了 当它再结合的时候 就会出现什么的现象呢 我们叫这种现象叫做得 得就是得了 就是我们获得的意思 获得了什么呢 就是你整个100%的法性 智性 或者你叫做菩提心 又叫做正等正觉 就出来了 因为为什么正等正觉 会出来了呢 因为你那个33种真恨心 你的40种贪心 7种痴的心 加上呢 是80种的贪真痴 没有了 没有了的时候 不会把你的角性 拉到歪了 或者把你的角性遮掩了 所以你的正等正觉 就出来了 100%出来了 那你会觉得什么呢 觉得一片七黑 得什么叫获得 他的表证是什么 是黑了黑了 普通人不懂 就会吓得很害怕 为什么突然黑了 死了 刚才还有一些日月光芒 现在直到黑了 那怎么办 死了 我是不是跌到地獄的心冤 那些人就会害怕 如果普通人就会害怕到 就会在那一刻 进入昏迷状态 吓得死了 就是吓得昏迷 但是你要知道 他黑才是好 原来他黑了 看不到东西才是好 那就是你的发性 100%显现的意思 那一会解释 他为什么会黑了呢 那那个行动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就要 这个代表我们的发性 第一次出现 这个叫第一次出现 在整个中阴境界里面 它是第一次出现 它是没有任何的形象的 你要立刻住在定中 配合口角来稳住这种状态 就是黑才好 为什么呢 100%的发性 正等正确能够显露出来的时候 代表什么 100%的发性 你知不知道发性是没有任何形态 它是一元状态才叫做发性 发性是一元状态 一元状态就是没有颜色的 是什么都没有的 没有任何的形态 没有任何的形态就是没有 没有了 所以就是黑色 明白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黑色 就是用地獄 千万不要这样想 现在的黑色 七黑一片 就是在现在这个状态 遲些受生中阴的状态 看到黑色就不好 这个临终中阴的状态 就是一流那么好 就是你的发性正式显现的时候 想办法停留在那种状态 怎么想办法 用定力定住这种状态 用定力定住这个状态 然后立刻就去收 啟动你那个收 那怎么收 一会稍后会说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得由现的出现 以至到真的出现 以至到后来两个回合 那个负份和母份回合 就出现了这个七黑一片的状态 就是正式百分之一百 一分零点零一都没有少的状态 就才会七黑一片 如果七一片 开始看到少少光明 那不好意思 你已经不是100% 100%是黑的 这种现象就叫增收入得 就是说你那种增加已经去到100% 所以你得了 你获得了你的发性 这个是因为80种 33加40再加7 等于80种的贪产之识灭 它的识灭还代表什么呢 原来如果你自己内在的贪产之识灭 你的发性出了之后 发性是一元状态 一元状态永远都不会有第二个点出现 来牵延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连外在的所有怨亲债主 追踪你的那种的引力都会没有 就是业力都没有 在这里来说业力对你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业力只会出现在什么状态 二元以上的状态才会出现 现在你是进入了一元状态 所以你是不会有任何业力牵引你的 所以你的正等正觉才会出现 所以这个是绝对非常好的状态 如果你在那一刻不懂得掌握他来到乘法 就真的实在太浪费了 浪费了 这个机缘是每死一次才会出现 简单来说 每死一次才会那么明显出现 如果你是生前那些人 你知不知道他躲在山洞那里 有些人闭黑关了 闭黑关来不断收 他们怎么闭黑关的 是关了所有门窗 一点灯火都没有 摸着黑的来吃东西的 就靠人就在那个洞里 那个洞里还要在另外一个房间 就遮食物的把洞里放在那里 就去那里拿些食物 如果别人打开个洞里 有些光射进来都不行 然后拿着吃物 然后你要全部摸黑 摸怎样开水喉 又拿水喝 然后又拿食物吃 什么都是黑的 为什么 他们就想去习惯一下 这个得的状态 就是这个100%的发性出现的状态 结果有些人当他好了 我觉得我都掌握到 我要出关了 他是不可以立刻见光的 要不然他会瞎 他要慢慢慢慢适应 才能出关 所以这个闭黑关 不是那么多人可以适应 也不是那么多人可以收到 所以我们现代人 也都要为了生活 也都没可能做到 不过我立功介绍一下 好了 我们其实不需要闭黑关 你总之知道就可以了 好了 那你一般人是会怎样呢 在这个临终中音里面 得是代表死亡 正式的死亡 同时也是发生正式的出现 一般人就见到一片漆黑的时候 他不理解 他就会陷入一种很惊慌和痛苦的状态 痛苦是痛苦于自己 你为什么跌到地獄 为什么这么差一片 究竟是什么事 我会觉得很孤单 我会觉得很慌 所以有些人怕黑 就要训练成 如果你想收到 你要训练成自己不怕黑 甚至是喜欢黑 黑是好的 就是不要惊慌 如果不是你生前怕黑 你去到那个位置 你就会陷入惊慌状态 一惊慌的时候就乱 一乱 那个发生就会没有了 那你就会怎样呢 失去知觉 昏迷的了 一昏迷就昏迷大约三日 至三日半 每个人的时间不同 有些人不用身为三日半 可能他死的时候是撞车 或者被一个强大的冲力一撞 或者他死的时候去了一个 那个磁场比较 撞击力 是比较那个引力 或者那个力很大 一扯一扯出来都不定 所以这就是一般的状态 但是有很多贫死体验者 有些死过翻山的人 他说回一些状态的时候 他是见不到这些状态 有些状态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未进入北的状态 他们的发生未100%显露 所以他们是未着这个状态 但是你说贫死体验都是一个 由一个意识状态 进入另一个意识状态 会不会在一个交接期都会出现 是会的 但是他们未必懂得把握 好了 第二就是说 当三日半的时间过了 当一般来说 那你就会因为善恶的叶不同 你会有不同的长短 那个时间 好了 当你醒的时候 你的第八色就会离开身体 是没有肉身支撑感之下 你就离开身体 你的第八色 我们不叫灵魂 因为不是物质 好了 就会进入受生中阴 那你会不会经过发生中阴 刚才不是说过 有很多人都不觉得发生中阴 出现了就已经进入受生中阴 因为发生中阴是快得很紧要的 好了 那修行人又怎样呢 修行人会不会有少少不同呢 当然是有 你修过和没有修过 你懂那样东西和不懂那样东西 差很远的 好了 如果在第一次发生出现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德出现的时候 你 它是以没有任何的形相姿态出现的 你立刻要入定 来留住这个状态 配合这个口缺 可以多过三日半 为什么 怎么计出来的呢 我们稍后会讲的 好了 在很多历史记载里面 我们的图书馆以前也有过一本书 那本书就说了 有很多修行人死的时候 有些人是很多被监生烧死的 尤其是遣教那些 全部都是遣教的个案多的 他就怎样呢 就是说他不知道那修行人死了 他过了一两天 他已经把他去烧了 他们有个炉 他们说有个炉 扔他进去烧 有个炉 有个炉 有一扇门关上的 直接听到里面大声叫 救命的 还有拍门 很惨 就是为什么 那个修行人本来是入定的 他都未出定 你就拿他去烧了 但是物中那些人就认识 他们就知道 原来你入定是会超过三日半的 可能是很久的时间 物中那些人就认识 但显压那些人不认识 所以在历史记载有很多人 死得很惨 那物中有没有人都不认识 有 我们以前 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司之一 刘尚瑞夏之金刚上司 就说过一个个案出来 他说在台湾 有个都是收物中 那他就 那上司在生前 不记得教弟子 或者他没有 他不会像我那么详细 教那么多东西 你折教物中那些人 给他移轨 你跟着来灌收 那就算了 哪有像我那样 那么多东西 那么详细深入的东西 甚至口诀的东西 都会告诉你 他不说 或者应该不会 不懂 不懂 有些都不懂 他说错了 他怎么说 他都还不懂 总之不知道 他不知道 还是怎么样 总之他就没有说 他就有原籍 那些弟子就不知道 他就 今次就不是 像别人那样 扔入火炉烧那些 他是怎么 用涂皮 就是摆个架 摆很多柴枝 那些 摆上司的身体在上面 烧 谁知烧烧的时候 上司整个坐了起床 还叫 就是叫 手脚跟着 就在那里上移 但已经烧到弯了 就吓到那些弟子 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上司会这样 那样 那刘上司说 他说 太残忍 太残忍 这样来烧上司 那究竟是谁的错 都不懂得分 你说是业力 总之就 如果是显格重 以往是历史记载更多 那些个案很多 就是这样 那些修行人 在定中那些 还未出定那些 所以要记住 原来如果他会入定 你真是 即是是修行人 即是会入定 你真是不要这么快去烧它 你有这么久拖那么久 那你说我能否去查一下 究竟他出了定了 如果你是懂的 你就会懂查 但是有些状况里面 是查不到的 一会会解释给你 有些情况是查不到的 有些人就写了书 或者查到 那些是另外一些情况 是有些查到 那好了 有些就是 不是修行人 但是他很执着身体 死都不出来 死都不撑住 尤其我 我就是 我死都不撑出来 是普通人 或者超过七天 是回生的 即是死过而回生的 他又不懂得修行 他又不懂得修行 他什么都不懂 他只是普通人 他又死而復生 那这个是业力 你可以这么说 所以如果 他有些是七天多 超过七天多 才回生的 那有些十天 也有个案 试过 如果你看回历史个案 所以呢 我们的所谓三日半 只是一般的 不是绝对的 好了 如果你因为火烧 会令他陷入很大的痛苦里面 他不死 都要死了 这次 而且还是因为陷入 惊慌的状态之下死 他的贪生痴 是突然间会恢复的 那就会一扯 就扯了他 去一些不好的地方 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业力组合里面 是有善的业 和恶的业以往生做过的了 我们做过这么多的行为 全部都布满了一种引力 只不过是善的引力 还是恶的引力 究竟谁出善呢 这个就是关键位了 我们修了这么久 有些人整本经 不停地日日中 都是为了这些 都是为了用善的引力 来引起善的引力的组合出来 等我将来可以去到 这个投身佛杀土 但是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是因为我们死的那一刻 他有八十种的贪生痴 是完全关键的 但是他出来的那一刻 是突然出了那八十种 还是慢慢出一点 这个就是关键位了 如果你在警方的状态里面 那种充力是很大的 你还是很生气很害怕那一刻 你一声死的时候 那八十种是会很快的马上出来的 那他就会将你的善外业组合的 所有的恶性的那些引力的种子 就会引发出来 那你就会因此而跌下去 下三恶度 就是这样跌的了 那你说不是啊 我是大善人来的 我生前做大量的善业 我整副身家在死之前捐出来 几百万亿的 你知不知道我生前 救助了多少贫富大众 没错 你一定会有善的业组合在那里 你救了几百万人 几百万人的善的心力都向着你 将来都会报恩给你 那这是一个组合 那你以前一定会有恶业做过的 你不小心 喝点水都会杀到生 你呼吸进去都会杀到生 你一定会有一个恶业 你说我今生没有杀人放火 你没有搞错说我有恶业 这是你以往生做过的 你走路不小心都会踩死矮 你又不懂得收 我们教的上次放生的活动里面 最简单的超度众生的法 你又不懂 你又没有做到化解的业力的动作 于是那些恶业就会存在 你是一定会有的 所以你不用賴天賴地 你不需要去怀疑自己没有 你是一定会有恶业的 那怎样呢 那么就在这个80种 的贪恩资冲出来的那一刻 他会抽成秤的 把恶业弄出来 那么很多就算是大善人 都是因为这样 跌了下去三恶道的 那你说死了 原来做善事不可以救到我 救到你 不就等你的恶业出了之后 受了那些报之后 善业终于就有机会出头了 那会不会那些恶业 会可以受尽的 真是不好的意思了 你跌了进去地狱 你痛苦到死 那你的贪真痴又冲出来 那些呢 那些菩提心那些呢 剩下少少的慈悲心那些 就冲不出来 那个80种太文痴 一遮就遮了我所有的正等正觉 没有了 我本来做人的时候 都还有丁丢慈悲心出来 我见到人痛苦 我都会施舍一下他 都还有丁丢走出来 不过他落了地狱 就连丁丢都走不到出来 因为太痛苦了 我生气到死了 我做了那么多善事 都要跌下来 我都已经生气到死了 哪里有丁丢慈悲心出来 我以后都不做了慈悲 告诉你 做完没用的 于是就怎样呢 他那个80种太文痴 就会令到他的 跟着来做的那些行为 那种怒怒和心性 都会陷入极度疯狂的 贪真痴状态 于是他就会继续做更多的恶业 做深度的恶业 因为由心性做的 就是我们的行为分三种 身 羽 意 意那个是最深度的 你落了地狱 在心里面最深度的状态之下 生气最大的贪真痴 都不是用身去杀人 又不是用鱼去骂人 用心去深度感 就会把自己整个心性 拉进入困局里面 你基本上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这样做 你不用只要走出来 是无了期的 走不了出来 善业没有机会出来 你的慈悲心没有机会出来 但是你的80种贪真痴 就出来了 这个是很惨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遇到任何状态 就算被火烧 我很生气 我死得很惨 都要记住一件事 我不管了 不管我是怎么死 我不管现在是什么状态 总之我都是要记住 一定会出现七黑一片的状态 那个白明点和红明点 是会出现的 你知不知道不只是人类会出现 所以就算小动物 少到任何一个很愚痴的动物 它死的时候 离开身体的时候 都会出现的 因为它是一样有这个 阴和阳的精华 它一样是会有样 只要它有物质的身体 它一样是受了气流的压迫 它一样都是向中间逼过去的 是千篇一律的 不只是人才会这样的 所以你不要去欺负那些小动物 你只是矮 我一脚踩死你 一些慈悲心理都不起的时候 万一它以往生有善业 它进入德国 那个100%法性出来的时候 它记起它以前受过的教法的时候 它在那里成了佛的时候 原来是你踩死我的 或者它不是成了佛 成了佛就不会报仇 它又不是成佛 它又去到佛萨堂 或者去到一些天界 很有能力的地方 又被它记起了是你踩死它的 于是它一定会如何 找你来报仇 所以我们不要欺负小动物 小动物任何一个动物 任何一个众生的生命 我们都是要珍惜 爱护 和赋予慈悲心下去 你越赋得多你的慈悲心 你的正等正觉的菩提心 就会越能够显露 你在死的时候 无论是被火烧多痛苦 都要记住 我无论都要支持我这一刻 我不去生气任何人 总之我到最后 我就是珍惜那个天地会合 阴阳会合的状态 发生出来的状态 才是我要注意的地方 你就要这样想的 这个就是我要提醒你 我现在教你这件事 就是为了提醒你这件事 无论你将来是怎么死 都是一个业力的果报 由得他 等他报了他 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 我们的重点 不会去追究 谁弄得我这么痛苦 我的重点就是 我要脱离轮回 我要成佛 我要进入一元状态 我不要二元以上的状态 那你就要记住 好了 那当那个白明点出现的时候 你要立刻认知 你的智性已经出现 阳性的是属于 他那个感受记住一下 是无云情空 无云 月色皎结 的意思就是 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就只见到月色皎结 红明点出现的时候 就是阴性的出现了 你的智性也都出现了 它是旭日初升 一线光明 那这个呢 你都要记住它的特性 当白明点和红明点一个下降 一个上升 记住 先后次序 会因人而异的 你修的法 譬如你 我一个修红教 一个修白教 一个修花教 他们有时的教法里面 是会有不同的 当它不同的时候 亦都会引致 它那个红明点和白明点的出现 次序有不同 还有就是如果你的业力 在分布红明点和白明点的位置的时候 你如果是跟业力的组合的时候 它有阵时都会有不同 那就是有少少偏差 那它的下先还是上先 还是上先还是下先 那个次序是会不同的 所以你不要去惊奇 就是说 死了 白明点还没出现 为什么白明点还没下来 为什么又会看到红明点先出现 是不是我错了 有些东西错了 不是 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因人而异 不过一般来说 都是用现增德 这三个次序出现的 好了 如果100%的正等正觉出现了 它在最初出现歪离 而牵引物质的时候 的第一步 就会进入什么状态 就会进入阴阳分离的两种特性状态 就是说 有两种状态 就是说 你死的时候 本来是七七一片的 突然间 你看到有一线光明 又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你就要小心了 物质开始出现了 因为光是物质 记住 好了 你就要知道 阴阳开始分离 另外一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阴阳分离呢 如果我们出生的时候也是 我们在结合的时候 就是说 父亲和母亲的精子和卵子结合 而我们又参入去的时候 那时候 它都是七一片的 但是当它又分离的时候 就是我们组成我们的肉身 牵引物质的开始 所以你就要记住 阴阳分离就是会牵引物质的了 好了 那因此 当我们的八十种内在的贪真痴中断 引致外在的业力去解除连结的时候 你要记住 八十种内在贪真痴熄灭的时候 亦都是等于外在的业力解除的时候 是同一时间的 你记住 那么阴阳的这两种特性的状态呢 就会在无障碍的状态之下 顺利合一的了 这个是说我们的临终中阴 死的那一刻 那我们就可以恢复100%的佛性或者智性了 好了 由于在这个时刻 是一个真正纯一的状态 一种一元的状态 所以它是黑色的 就代表了没有任何形相 只有正等正觉 是只有觉性的存在 但是觉性不是物质来的 是没有任何物质 没有任何的形相 没有任何的状态 就是不会有个佛的样子走出来 又不会有些光走出来 没有的 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形相 记住 是正等正觉 是有个觉性在的 好了 在临终中阴的修涉融入来说 我们叫它是一种程序 叫做还原程序 就是说 由我们牵引了物质 到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就会还原回 我们本来的佛性 我们的智性出来 所以我们叫 刚才的那种状态 叫做还原程序 是还原来一样 一个智性出来 我们叫做第一次发性出现的时候的状态 好了 如果由红白明点出现到会合的时间是有多长 就视乎你那个气散失的时间有多长 大多数约是十几秒而已 就是说如果你练过气功 或者你的定力很好 你设法想定住他们会合的话 那它会长了 但是你没有需要这样做 你没有需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 你就会忘记了我们教你那个进入法界 啟动进入法界的程序的修法 因为你只顾着做了别的东西 那你就会浪费了我们上一堂教给你的 那个啟动进入法界的程式的程序 你就没有了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支持他 是不是 你说别人懂气功 那些不懂 那些是他们的事 或者你说不是 我有个上司教我 这个他不懂 但是他不懂 但是他不懂那个 啟动进入法界的程序 他不懂那个程序 他就要这样做 是慢一点慢一点 哎呀我未准备好 慢一点慢一点 他就想这样 但是呢 其实如果你懂的时候 你的集中注意力应该去哪 就不是去 不要那么快 不要那么快 你是不可以说这些说话 亦都不可以想 不要那么快 这些这样的说话 因为你一这样想 你的心性 因为它很快的 就是那个进度 你就把注意力去到那里 一声已经完了 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只是集中 在我们上一堂教你 那个程式 你只要注意力去到那里 你不可以去其他地方 你不可以去其他地方 你不可以想其他东西 他是得受凌妙的 很快的 总之举手投足之间 就没有了 好了 如果你在这一刻 认知到 你证入到 我们有个名字 叫做黑正德 叫做黑正德 你会成法身佛 成法身佛 黑正德的意思是什么 你在100%法性出现的时候 就成了佛 好了 那我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法身佈身 在你呢 其实是什么 证到法身佛 就叫做黑正德 会证到法身佛 法身佛是什么 我又解释一下 你如果想看详实的解释 你可以看回我们 网站里面的 《莲花海》的第四和第五期的 《贫死体验的二二一文》里面 就有说到 那我现在呢 用口头解释一次 简单 什么叫做法身 什么叫做布身 什么叫做化身 当我们 是受到一些负能量的影响的时候 这些负能量就叫做贪真痴 总共有80种 统称来的 当他们如果能够完全静止 所以为什么你经常修行上司 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多贪真痴 你要识灭贪真痴 接着你坐在山洞里收 没有人骚扰你 你就可以慢慢识灭你的贪真痴 都没有人搞你 是吧 又没有人惹怒你 这样你应该容易识灭他 其实我们去山洞里收 我们搞得这么辛苦 或者我们甚至断绝了所有的人际关系 来希望识灭这个贪真痴 都是难度非常高的动作 但是原来我们死那一刻 就不用那么辛苦 就自己识了 所以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它在那时候识了 就会令到我们原本拥有的一切 存在的那个法性 或者自然的能力 就会完全显露出来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它是一个大能力 我们叫它做佛法里面的一个佛性 智性 本性 或者叫菩提心 这个智性它是有大能力的 它是用三种形态显露出来的 第一种叫法身 就是没有任何形态 非物质 还有它有一个特性 片满一切处 无处不在 没有任何的仪器 或者观测力 可以观测到它的存在 那这个就叫法身 所以如果你在那个七黑一片的 得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形态 它没有任何形相 所以就黑了 你那时候证到 就证到法身法 好了 什么叫佈身 当你由100%的法性 开始进入二元以上的状态 为什么呢 法身就是一元的状态 佈身就已经是二元以上的状态 为什么你会有光 看到光就是二元以上的状态 就是当你的法性 开始由一元状态 进入二元状态的时候 它第一个步骤就会牵引到最 最稀薄的一些物质 最稀薄的物质是什么 光 光啊 所以它一出来那一下 一出来那一下 一进入二元状态那一下 你就会见到它很光的 光明的状态 去到1000个太阳以上的光度 有些书也说 或者有些大西亚人说 它形容不到有多少个太阳 它怎么比较 你知道以前没有这个历史记载 一个太阳的光度是多少 热力是多少 它们不懂科学常识 所以有些就说 不是1000个 是1亿个 一千和1亿相差很远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 你又说一千 他那本书也说一亿 原因是 量度不到 古代的人 不知道太阳的热度有多少 光成感 还不是一亿 那便是一亿 你寻思我们不需要理它 一亿还是一千 总之就是一个极光的状态 那极光就会如何呢 它超越了我们的可视光的范围 所以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有些人曾经写过电邮来说 他是外教的 他说你们说你们红教的红光身 那个佛有多厉害 他说有什么厉害 我们收过那个什么教的时候 我们那些徒子徒孙都见到 我的祖师的出现 他都是用光的名体出现 我们都见到 喂 你们收你们的红教 有多少个徒子徒孙 又见过你们的红光身 那就是证明你们那个差点 那我就这样回他的电邮 我很客气 我就说我无意冒犯任何一个宗教 我亦无意冒犯任何人的修法 不过我想解释给你听 你知不知道 佛身佛呢 它的光度是超过一千个太阳以上的光度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修行 你的定力要去到八地以上 叫八地菩萨 就好像我们考钢琴一级二级三级 去到八级最高 但是我们就不只是去到八级 不过我们去到十地都有 甚至再高一点都有 不过你都要至少收到八地菩萨的定力 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才看到佛身佛的一分光明 一分而已 不是一百分 看不到 你知不知道肉眼就直接看不到 所以我就这样回答她 我说看不到就不等于她是低 我说看不到才是正常 因为她是看不到的 那你看到呢 那你看到就看到了 我又这样回答她 看到就不等于她是很高的 我都很客气回答她 所以你们就要记住了 佛身佛你们是看不到的 不过我们怎么画佛身佛的样子出来呢 看不到我们就画个样子 就当这个是佛身佛 这样而已 其实是你们看不到的 它是一阶光来的 好了 什么叫做化身佛呢 化身佛就是说 我们要将佛身佛的光度 降低她的程度 降到可视光范围 降到她可以跟其他的物质结合的程度 这样结合出来 就形成一个样子 可以出到一个样子 起码我可以投影到佛这样的样子 给你们看 那佛呢 就有三十以上八十种随形 好啊 现在验给你看一下 这样的样子 那于是你就知道佛吧 佛吧 原来是这样的 那这些我们叫化身佛 化身佛 因为已经结合了物质了 好了 所以我们的修行要以定力切断一切的干扰 才可以恢复我们的自性 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恢复我们的法性 恢复我们的法性 就要切断一切的干扰才可以恢复的 所以我们的修行 有很多人为什么要躲在山洞做修行 就是为了要切断一切的干扰 就为了要恢复这个发生 那就是为什么要去山洞 好了 也是因为我们在死的时候可以出现到 业力中断的连结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在山洞里修行 你的业力是没有断的 没有断的 你怎么去干 切断了所有一切的干扰 用定力都好 你的业力仍然是没有断 所以为什么有些山洞人 他的肉身坐在那里 坐一坐下 他明明都入到那个定 在那个定里面 他明明都入到那个发性 就来那个状态 就来见到那个发性 他都定到很高 他突然间 都被一条蛇 走出来 毒蛇咬了他一口 就死了 他就在那时候死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就算被你用的定力 切断了一切的干扰 连你就算进入到得的状态 我的发性出来了 真的 但是你一天不能够 将100%的发性出来了 他都不能够一天 将那个贪真痴80种 解释了 他一定是要100%的发性出来了 他才会80种断了 不然他断了几种 断了几种 那个业力都会存在 那个业力如果是刚刚牵引到 那个怨亲债主找到来 那条毒蛇 他就会咬死你 他就怎样 我恨到你死 你竟然就来承罚 我当然不让你承罚 我当然要咬死你 就是这样你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 解释了 告诉你 什么状态之下 没有了业力的中断 是多么困难 是极之困难 你收多少百势 都是做不到的 所以死的这个竅门 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珍惜他这个 那好了 如果我们证到 法身佛的时候 是什么呢 我们就会进入 一种叫做 空落无二的状态 这个空落无二 是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它是一个 一元的状态 叫空落无二 你留意 是落 不是明 不是光明 明是有物质的 一讲光明就是物质 所以不可以叫光明 不要说空明无二 我看到有些书 叫做空明无二 证到不是 叫空落无二 空是指一元状态的非有非空 落是指一元状态的法界之落 是一种角兽来的 是一种角兽来的 所以是一元状态来的 所以叫做空落无二 无二的原因是什么呢 即是它是合一的意思 这种状态 这种是一种正等正确的 一种角兽 角兽来的 所以为什么你在 启动进入法界的程式里面 要你灌这些呢 就是为了要融入 那个法界 和所有的法性 都大家一起进入一元的状态 所以要你这样灌的 好了 那好了 如果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出现 现在讲临终中阴第二次出现 譬如如果你在那个 得的状态的时候 你错失了 没有 进不了 你没有办法 用定力 注了在那里 你又不懂得 我们教过你的 那个进入法界的程式 或者教了你 你又没有训练到 你又不记得怎么启入 或者是因为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是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你如果不是跟着上司一路路路教你 你有很多东西没有了 于是呢 你有一些口缺又没有了 或者那些口缺又不清晰 然后你又有一些细节的东西没有了 你只知道你大约是这样做 于是你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 你就会坐下 你坐下 你坐下的时候又落下一个阶段 第二次出现 第二次是怎么出现的呢 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二元状态 已经不是100% 已经只剩下98% 九十几% 在那里落下的 那修行人就会醒醒的 第二次出现就是他会醒醒的 他醒醒的时候 他会看到一些好像混沌初开的那样 天地一分为二 他为什么会看到天地一分为二 就是阴阳开始分离 这个意思 阴阳分离了 所以他就看到好像天地一分为二 这个意思 你看到天地一分为二 就是等于阴阳开始拆开 这个我说过任何一个状态 进入另一个状态 那个意识状态 如果是相距很远的时候 他又会出来的 现在又是这样 由一元进入二元 你的发声又出一次 他就会出什么呢 这次出光明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发声第二次出现 这个也是我们的还原程序里面已经完成 是最后一次出发声的时候 是最后一次的了 那他这种的光明是怎么样的呢 他是会突然间出现的 这种这样的光明 我们叫做由得进入光明状态 就是由100%已经开始跌下来 没有100%的原因 但是他有个名字叫做得融入光明 得融入光明就是由一元状态 进入二元状态 如果一个修行人能够认到这些光明 收一个叫子母光明会 那你就一样在这种状态里面收到这个发声法的 那这个呢 你是一定要都要上师教的了 好了 如果你仍然没有办法静得 你就会进入一个叫做法性中阴 法性中阴呢 就是今天不会讲的 在下一堂会讲的 法性中阴呢 又要收另外一些法来收的了 又有不同的了 好了 那我们讲回现在先 你现在这个发声呢 如果你在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他会有光明出现 那种光明我们有个名字的叫做发声光明 就是由一百个百分钟刚刚跌下来 还有九十九 一百和九十九之间 那所以呢 他那个光明就叫做发声光明 再下来一点就不可以叫做发声光明了 你跌到九十的时候 还怎么可以叫做发声光明呢 好了 如果你没有修行的人 看到这些光明的时候 有几长时间呢 大约是一段子之间 以至到几分钟 如果你有修行的人呢 就可以用定力来定住这些光明的 好了 你说自己几分钟那么久呢 可以看你的业力 你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经历很长 但其实它可以很短的 你觉得自己很长的 其实它很短的 所以你看回我们的敦主法会 那个YouTube频道里面的 修新篇第七集 《心经精华》里面 有一个外国人叫Alan 他不是进入了这个 他不是说了很多他当时的感受 和所觉知到的东西 你会发觉说他说这么多东西 是否只是腾牛在那里很久呢 他自己觉得很久 但我会告诉你们 其实不是很久的 只不过你当时的觉知认为很久 你已经分不到的时间了 好了 你说如果我懂定力 我定住在那里 那可不可以长一点 是可以 那你可以定到多久 就多久 譬如你说我定到三天才出定 那三天的那段时间 就叫做一个住定日 住在定的那个人 住定日 好了 你说不是我坐三分钟而已 我就出定了 那你呢 那三分钟就叫做一个住定日 那我们一般可以住到多久呢 一至到五个住定日都可以的 那有些人多几个都会有 但是一般是一至五个 那所以我们平时 尝试教了你坐定座 我们是否应该去坐下呢 那当然是要 起码都坐回五分钟 五分钟都不坐 那你将来怎么可以 会有一个住定日给你呢 那我们都要看一下自己的住定日 住在定的那个日 那个段期 那段时间有多久 是不是 你住久一点 你其实就已经可以进入那个状态了 你可能一个住定日已经进入到 如果你懂得那些口诀 懂得那些啟动进入的程式 你不用那么长时间 已经可以进入法界成佛了 好了 就是出定的时候 如果你是由黑正德的时候 证取那个法身佛的 你可以留住在法界 他的身体是可以没有任何表证 那你譬如那个人呢 就过了身了 他是修行人 来的 完直了 那好了 我想查一下他 他究竟出了定日 他究竟进入了这个德的状态 没有呢 有没有征兆 如果他是由黑正德那里 正取的呢 不好意思 你怎么看都看不到有什么征兆 有些书又说什么 红菩提流出来 白菩提流出来 又红百二菩提流出来 那些没有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由100%的一元状态 那里进入法界的 那里是没有任何表证的 没有任何表证的 他一声就进入了 成佛了 连出来 要不需要又去哪里走出来 顶门出 左右出来 就在那里进入了 一元状态 就遍满一切处了 不需要又在那里出的 不需要 什么都不需要 好了 那你说你出定的时候 如果你是由得融入光明的阶段症呢 这样呢 你就可能 你们在旁边的人 可能都会见到有些征兆的 但是有些见到有些见不到的 如果你顿一点都见不到的 那你就会见到有些光明出现的 那有机会但不等于一定是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种状态是会出现光明的 不一定是得融入光明的 这种状态成了佛 所以会出光明 不是的 因为光明是二元以上的物质 好了 那我们出定的时候 如果我们证不了那个法身佛 所以要依靠一种方法叫做Pawah法 又叫做鲜色法 把自己的第八色迁去佛杀土 这样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依靠什么呢 依靠灌上出来的气 灌上出来的时候 其实一时你死了 你没有气了 你都关掉了 你都收不定 你刚才说的第一次第二次 你都收不定了 你什么气都没有了 那依靠什么呢 灌出来的气 灌出来的气 或者有个上司帮你收法 灌 帮你灌一份 拉你出来 这样 好了 那怎么呢 用灌上出来的气 灌自己的心色 就向着顶门冲出来 冲去佛杀土 于是呢 有些书就说 如果是这样冲法 你冲得成功 他说怎么证明成功 还是不成功呢 可以冲得 如果你有红白明点 在上身流出的 就冲得出来 有些冲得不好 就在下身流出的 但如果你冲得好 他在上身流出的 有些普通人 都一样流出的 不过他在下面流出的 那是不是代表 等于你看到 红白意菩提出 就代表 只是代表什么 代表他已经离开身体 你可以消得了 你可以消得他 但是不是等于 他就一定去到佛杀土 未必的 因为我已经说过 去不去到佛杀土 是说你的心性 正不正确 在说你的慈悲心 有多少度数 原来没有慈悲心 是会逼到你的红白意菩提出来 但是在顶门走出来 不等于一定去到佛杀土 如果是这样 我们不用收那么久 如果是这样 释迦牟尼佛就说 不用讲四十九年经 要教你如何培训你的心性 需要什么 不就叫你们有空 就练一下气功 不断日日冲一些气 上去的顶 包去到就可以了 需要那么慈悲 慈悲心都不用了 那就是不行了 但是 为什么有些人说到他可以 这些就叫着想 其实我们的修行 是着重那个心性的纠正 但是你说 我们都要识一下 这些生死竅门教法 是要识的 但是不离心性的纯正度 不离开这个慈悲心 和菩提心的灌修 你不可以离开那个菩提心的灌修 你不可以离开那个慈悲心 离开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我已经说了 所以教你的啟动进入法界的程式里面 你能否发觉 是要为所有众生离苦得乐 才能进入到那个法界 如果你的程式不叫做是程式 你说 我教你 POW AVA 不断冠上去 冠上去冠上去就行 那都没有慈悲心 你什么时候有冠过它 有慈悲心的灌修在里面 都没有的 整个灌修就是冠上去 那就是不行 就是不行 心性不正 你这样冲一些东西 液体出来 你不如发炎明的机器 放在头壳顶上 容易抽起 抽出来都行 没有意思 所以记住 不是这样计算的 不过我就要解释一下 在贫死体验的研究个案里面 曾经出现了一种叫共死现象 共死现象就是有旁边的人 他又不是死的 他是陪着亡者 亡者断起那一刻没多久 他竟然感受到那个亡者所感受的一切 那个亡者见到光明 他又见到 那个亡者见到黑黑黑黑黑 他又见到黑黑黑黑 那个亡者见到四大分离很恐怖的景象 那这个呢 见到什么景象 你只要看我们敦诸佛学会的YouTube里面有一套 叫做《深层西藏盗亡经》第一集 那里就是讲这个死的时候 你又会出什么现象 出什么现象 出什么现象 那这里我没有讲到的 我现在只是讲最关键的那一部分给你听 因为要教你修法 那当然要讲那一部分 其他那些我已经没有讲了 那些什么现象 那些什么现象 你就要看回那一集才知道 那为什么要知道 一定要看 要不然你只是去到那里已经吓云了 走不去后面的那个现象得光明 你要走不去那里 你一定要知道前面才能走到后面 所以就记得自己看 我不有空讲到这么多了 好了 那他们共处一室 或者有些来远些都不是共处一室 他都竟然在同一个磁场下 是可以感受到他见到的所有的东西 但是少数了 这个非常少数 大部分的都一定要就在他旁边 就是同一个磁场之下 直接感受到他感受到的东西 那些就会见到光明 那就是见到光明 不等于那个人就成了佛 好了 在多数的描述里面都有光明出现 那有些个案 甚至是旁边的其他那些 没有这个共死现象的人 他都见到光明 他没有感受到他感受的东西 又不见到黑黑黑 又不见到各种现象 只是见他死的时候 为什么在他的身体里有些光 发散出来呢 但是那个亡者不是修行人 这些是外国有些个案记录出来的 那你就会说 他为什么不需要修佛 佛都可以成佛 那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不是等于他成佛 所以见到光 见到他的身体 亡者的身体出光明 也不是等于他一定可以成佛 出不了光 也不等于他成不了佛 简单来说 就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即使见到亡者的光明出现 也不代表他已经成佛 因为光明的出现 是每一个众生都有机会的 好了 那究竟这个法性或者菩提心 出现的次数和程序是怎样的呢 我们现在讲一讲 在临终中音里面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记住 他是没有形象 在临终中音出现的时候没有形象 他的第二次出现 即是光明的第一次出现 那就是好像黎明初现 不是很灿烂的阳光 好像黎明初现 那个就叫做临终中音的第一次光明出现 同化性中音里面出现的光明 光度完全不同 所以你就记住 第一次那个光明出现 是黎明初现 是刚刚进入二元状态的光明 好了 第三 在临终中音里面 能够认证法性或者菩提心的话 你是可以成到法身份 但是非常难以掌握 大部分的修行人都失败 我可以告诉你 全部大部分都失败 着到99.9都失败 为什么 没有了几样东西 第一 没有了我们教你的 启动进入法界的程式 他们只不过是靠看一些 的 比如这个法界保障论 那些以前人留下来的 一些口诀去尝试 有些就是口诀解错了 或者没有过口诀 有些就是他的训练 没有训练到心性 所以都全部会失败 好了 你可以看回我们的深层 《西藏道忘经》里面 都会讲得更详细 你自己看回 如果你没有了这两个 出不了的时候 第三次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第三次的法性 是在法性中音出现 接着就是寿生中音 都会有机会出现 但是这两个中音 会在后一两堂讲的 那里就会再讲更详细 其实要修什么类型的法 才可以 好了 那我们现在讲讲 作为一个修行人 如果他在生前能够修过 这个大圆满的车车 直指心性的训练 将来这个大圆满的车车 我都会讲多些 我们是如果想在 临终中音里面 成法身佛的必需条件之一 你要懂 你不懂直指心性的东西 你是会失手的 机会率太高了 第二 你的上司是愿意跟进 和纠正你的心性 和行为程式的 这样才有希望 我知道很多的上司 他就不做这件事 他就只是做灌顶 因为灌顶很好 什么都不用做 那就可以又有钱收 接着又可以收很多弟子 所以他们不断大量灌顶 但是其实是犯戒的 就算灌顶了 他又教你移轨 很多人就以为 我又受了灌顶 我又学到移轨 我一定可以 我又跟着来灌上 为什么我会不行呢 其实因为 为什么要有个上司 上司就是要跟进 为什么有个专人教你 上司就是叫专人教你 为什么显教收不到 因为没有个专人跟着你 哪有上司 他们没有 他们要靠看经 自己慢慢摸 所以释迦牟尼佛 就是说 那你要收足三道 你便要祈劫了 你长时间都收不到 好了 你的密宗 为什么可以即身成佛 因为有个上司 有专人教你 上司如果不是真正的上司 在验饮验食 什么灌顶都灌给你 那便已经犯了戒了 甚至是不懂得罚法 他才会这样做 那便是不行 好了 其实上司还要来做什么 是负责来纽证你的心性 和行为程式 那怎么纽证 他起码要了解你 如果连你的名字 都不知道 你在街上遇见他 都不知道你是谁 只有你认到他是你上司 那便不行 你说就算认到了 但他只是教你如鬼 你只是在盲修核裂 不停灌 心性完全没有纽证到 你犯戒 他又不出声 又不理 你做错事 他又不出声 由得你错 那你的心性就是纽证不到 那纽证不到 就做不到 你说 不是呀 我很明白你说的 现真德光明 我一定可以的 我那个贪真痴 一熄灭的时候 我就进入了 你到处都是会差一点 因为他是快速的 是快的 还有如果你没有跟着 一个正确的上司教你 就是有些你没有了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 其实有些细节是没有了的 我现在就算说的 情细给你听 有些细节你没有跟着 来收你也是没有了的 你就是没有了 那你就要慢慢自己摸索了 死 今世死了 哎 等我先记一记 记住他 但是到我出生的时候 一连结物质记不到了 其实我一进入受生中阴 就已经不记得了 我告诉你 已经不记得了 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入到的 你是差不到一点点 在那个100%发生出现的时候 黑症当时 你差不到一点点 已经出来了 好了 你又要投生了 投生这样 于是投生了 你投生的时候 就会被那个物质的脑部结构 比如你投生了低等动物 那你就不好意思了 你连什么叫佛法 两个字都不懂 那你就说 不是啊 我投生做高等动物 人或者天界 好一点 但是天人都没有什么记性 不好意思 他们收不到行的原因 因为没有记性 所以都会不复到 多少记忆给你的 那又怎样 就算记忆到 都很快就不记得 但是人呢 只有几十年寿命 被你记得了 你是可能记得叮叮 然后你大一点 小孩三岁的时候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可能宝宝都还记得 好了 接着你又要收了 你又要有这样的机会修行 收收收坐个钉 沉淀了所有干扰之后 可能出回你上一世 或者上几世的修行 或者你上几次死的时候 在那个发声中音出现100%的 黑黑黑黑的时候 你差不了少少的心得 于是你便将那些欠了少少 而填了少少 回来 那你又记起 那你又要再收 那你便一世一世地存下去 又到死的时候 又失败 又再存过 这样存 所以便要0.5个 柯真其劫 所以我便说 你差了少少 你就要存0.5个 柯真其劫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 你一定要找一个尝试 你要跟着他收 他又要糾正你的心识 将你差了少少 那些糾正回来 如果他连你的名字 都不记得 或者不懂 他没办法糾正你的心 他一定要很了解你 他了解你 然后知道你错了 他便会告诉你 你错了 那你就要听话 但是很多人很恨这种上司 为什么 我最恨人说我错了 你经常都告诉我 不是错那样 又说我犯这个界 又这个界 又要我参赴 又要我考试 那我就不喜欢 那你就没办法收到 你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尝试才能收到 教了你而鬼都没用 我告诉你 你不是就是照瞒修行练地练 你怎会抱得过所有这些心性 上面所衍生出来的东西 不行的 你到最后都是会失败的 所以懂得法性菩提心的特性 以及它的灌修方法 这是很重要的 那你现在教了你了 但是有些细节你是没有了 你仍然是需要摸索的 你还要懂得临终中阴的特性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你还要有足够的定力配合 所以谴教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 要收三大可真其劫至到位 你想想就算你懂这些 你都要搞起码半个可真其劫 才可以在每一次死的时候 累积少少经验 然后又存在下一世 还要拼下一世 不要落到低等动物 又要拼下一世收得到 可以收回50%的记忆出来 你都不知道30% 你都不知道收不收回出来 于是又要再死过又再存过 那你真的有时间要存 0.5%都可能少了 所以学会的是学会哪两样东西 我们只是教了第三和第四给你 将来第一那个都会教你 第二那个就没办法教你 我没办法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也没办法了解你 因为你问我第二次 我纠正不了的 好了 那我们就教了你 为什么要在睡醒的时候 出定的时候 或者定中某些转接的时候 要启动这个程式呢 其实是每一天都要收一次 就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要训练你 在死的时候 你可以累积到足够的经验 所以这个教法 收就是每天要收一次 最少 而为了的呢 就是为了我们死的时候 这个临终中音出现的这段时刻 你说 那或者我真的天天坐定 入定 我入定的时候 就又出现这个 然真得光明呢 或者我又可以得 我告诉你 有些修行人 坐一辈子 或者在那个深山那里 收好多久 坐好多久 都只是出现了一两次 那已经宽起到云了 那已经没有了 又失了手了 那所以呢 你不要寄忘那么多 但是你总之听我说 是要这样训练 一次都没有出现也好 都是要这样训练 那你就最聪明 你在在生的时候 一年365日训练的呢 就叫做持续的训练 训练到365日 365次起码有 如果你等死的时候 才做训练呢 你就只有一次机会 没有了就是没有 那你就要死365次 你才可以抵得 现在的这里的一次 都未必得 为什么 现在你的365次 是持续的记忆来的 你那个死了之后 每死一次就记一点点 每死一次又记一点点 那些叫做不持续的记忆 你是要 你那个365次 不等于这里的365次 知道吗 所以就记住了 我们现在再说一次 我们是要怎么 记住灌赏自己的智性 充满着悲心 跟诸佛菩萨融为一体 以融化 所有一切众生的痛苦 我们要灌赏自己的智性 充满着悲心 同一切的众生 融入这个无尽的法乐 还有我们要灌赏这种智性 遍满一切存 没有任何物质 是一种觉性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所有的菩提心 或者正等正觉 或者一个智性 或者佛性 或者法性 无论它有多少个名字 都好 的特性 你要启动那个进入法界的程式 你一定就要有这种特性 我们所以叫它做 启动进入法界的程式 亦都是菩提心显现的时候 所必须的东西 那你就一定要看回 我们那个慈悲心与菩提心的 灌收方法第二集 启动进入法界 成佛程式的灌收方法 如果你不懂这种灌收方法 你要三大阿珍奇劫才收到 为什么要三大阿珍奇劫呢 什么叫三大阿珍奇劫 再说一次 劫是一段时间的意思 一个小劫等于一个整个宇宙 它经历成立 住在那里 整个宇宙坏死了 以至整个宇宙都空埋了 所需要的时间 长得不得了 二十个小劫等于一个宗劫 四个宗劫等于一个大劫 一个阿珍奇劫等于十又五十一次方 经历的宇宙的乘住坏空所需要的时间 即是三大阿珍奇劫 就是一个未可知的长时间 所以有些修显教学的人很好笑 他跟我这么说 我宁愿收慢一点 我慢慢收才安全 这么急做什么 他说 你们的物中有一句 他说 余蛇在足飞上即落 所以我很害怕 那我不如慢慢收 这个又被人骗了 余蛇在足飞上即落 就算遣教也是一样的 你任何的业力 他扯着你 不是上即落 哪有中间的 就算余蛇在足飞上即落 或者叫你的心性 麻烦你做好些 不然你上不了 你就得下 你修显教也是一样的 不只是物中会如蛇在足 还有就是说 那个三大阿珍奇劫 我刚才说了 你一下不过去掉下地獄 你还哪有机会出来 你所有的贪真师都已经令到你蒙蔽了 你这些慈悲心都出不了 就救不了你自己出来 所以三大阿珍奇劫 就等于彻底失败 是长到你都算不到那么长 你根本是无了期 等于无了期 那你说 如果我们修慈悲心五个步骤 如果我们修一至四 不是一个贯收收了五个的话 又会出现什么现在呢 那就要两至三大阿珍奇劫 只是修一至四步骤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要谨教三大阿珍奇劫 你是要累积这么多 你才可以走到第五步 正式收 你说不是的 我懂得入定 懂得如何去找个觉性 什么叫觉性的训练就可以了 当然是不行 还差了很多东西 只是差那个启动进入法界程式 你已经没有了 那就是差很多东西 那有些人说不是的 我有办法收 你说无慈悲心等于难以往生佛国徒 那我就收了 我就收慈悲心 我念佛号或者念咒来收 好了 那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只是用这样来收 就是用阴声来连结佛菩萨 你要做到好像经那样说 经讲到明 要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还要维持大约一至七日不间断才行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因为音声的速度很慢 时短时续 在真空又运行不到 所以你便要一至七日不断 这样才可以将那个速度运行到连结佛菩萨 好了 你说不是的 就是中好一点的 用灌想 用心力 灌想本尊 用心性来连结佛菩萨 好 我们来看看 一样要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不过就可以杀那间 为什么 不用一日至七日那么长 因为心速比刚速快 心速又比阴速快 所以是快无数倍的 所以灌想就是不同一点 用灌想是比你持咒持佛好 无限倍 好了 我们来看看 心性 用心性来连结佛菩萨 那还是用灌想那道力 来到去灌想佛菩萨呢 我可以告诉你 是用心性 不是用心 你的灌想那道力 你就算画画到很厉害 你的灌想能力灌到很厉害 但是你的心性不好 那都连结不了 所以心性才是最重要 因为佛菩萨的心性是什么 是慈悲心 你没有了慈悲心 你便连结不了它 好了 本尊是什么意思 本尊即是本法至尊 即是你收那个法 就用这个佛菩萨来做灌想的对象 所以就叫本尊 即是你的灌想对象 它应该灌的时候 要有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但是现在坊间就只是重视一个元素 其实要两个元素 一个元素叫相状 一个叫心性 你说我是不要相状 我不要心性 我观得到便可以 有相状便可以 有很多人还说 我有灌顶的 我灌了顶来灌的 有移轨的 我灌得到收到移轨 灌到它出来 我就一定去到 我又知道如何去佛杀土 其实是去不到的 为什么呢 正确的灌想 是有助于你减轻恶业 是真的 不正确的灌顶 是会增加你的恶业的 是经讲的 在《华严经》的卷第八 《菩萨十注品》 和《菩萨英乐本业经》里面讲的 卷上的《言圣明治品》里面 都记载着 它说你修行 开始修行的时候 已经可以叫自己做菩萨 那你要修到去十注 去十注的第十位 十注的第十位 其实那个是基础 那你才可以灌顶 那个第十个注 就叫做灌顶注 所以那个灌顶 是要你那个人的心性 去到那个位 你灌给它才有用 那些佛菩萨才能承认你的 如果你未去到那个位 那个上司就灌给你 根据那些经族说 就会得到一个罪 它有个名字 那个名字叫做阅法罪 超越那个法 你而去受 就是说你都未能够到那个位 你就超越它来去受 那就是一个恶业 那你说是否它罚我 不是 施语者和接受者同范 都会有这个现象 为什么 那是业力 没有人佛 就是说那个人未到那个位 你灌给他 是会令到他透支福报 还有令到他的贪真痴被吹动了出来 很贪心 我想灌完这个又灌这个 或者我灌完财神法 你知道财神法 它是会吹动到你那个 善恶业组合里面那些福报 快点拿出来用了先 其实他在用的都是你的福报 没有突然在天下跌些给你 或者佛浸送些几两给你 没有的 那你结果不是叫透支福报 那你以后 你以后下一世或者你下半世 就很大件事 透支福报是很大件事 好了 你说不是 我都不是灌财神 我又没有收财神法 其他那些一样都要用你的福报 好了 接着会吹动你的贪真痴出来 你会贪贯于一个又贪贯那个 于是呢 就会等于破戒 好了 受那个人又破戒 他都没有到资格 而且他牵引了所有的业力 这个施语者都会受的 而且施语者为什么要灌个灌顶给他呢 你都没有观察过他 明明那些荆族说明 你要观察了一个弟子才可以灌的 规定了 你还卖了报纸通街叫别人来灌 你不认识那个人又灌给他 全部是荆族里面禁止的 那你就是犯戒了 那你犯戒是会怎样的 那个人又被你累死 他所产生的任何恶业 你也都会受光 你灌给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的恶业 那种恶业 你又受光 所以那个做上司的 是一定会落地獄的 因为那个经族说越发罪 那个上司是会落地獄的 为什么会落地獄的 就不是那些菩萨佛理 是那个业力本身牵引而造成的 所以你们要小心 那你可以看回我们 那就是YouTube里面 那个的就快要摆上去 叫灌顶可以随便灌妈 那你可以看回 不要乱灌 这个是危险的 尤其如果那个上司 他不是教你糾正心性的话 是没有用的 所以心性是很重要的 大部分的佛经 《观无量寿经》那里 他是说的 他说 你一定要灌念佛的上葬 他还教你怎么灌 越细致越好 原因是为了你连结佛菩萨 那你说我如果不要上葬 只是要心性 好像现在显教那样 我心性很好 我慈悲心很好 我不喜欢要灌想 我觉得我灌不到出来 我不灌的了 你知不知道你只是灌到 观世音菩萨 他那个观上面一粒宝珠 只是灌到一粒宝珠 你都有机会连结到他了 所以你说我灌不到这么多 不灌就是你自己放弃机会 为什么要这样 你知不知道在《观无量寿经》 教你灌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他连观多少粒都要灌 你说我灌不到 要求要灌不知多少粒 我灌一粒行不行 一粒也好 所以是要灌上的 规定了 所以你如果好像显教那样 我正要是心性 我不要双壮 那便会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佛菩萨叫你灌 说这样可以快一点 不用一至七日 搞到你断线 断了线又怎样 下跌了 业力一出就下跌了 那意思是说不行 是的 失败的机会率很高 所以就是说 麻烦你听佛菩萨说 做灌赏 慈悲心有很多种层次 如果你不灌赏连结佛菩萨 你就算善业足够也好 你虽然有机会是投生佛菩萨 但也有很大机会是投生去那些不是佛菩萨的地方 你说我有善业 恶业出先你就下跌了 你说我现在出善业 那你就去普通的天界 就是非佛法的杀土 就是不是佛杀土 如果你的善业不足够 那你有机会投生天界 如果你那份善报是可以去到天界 但是如果不够的话 你是会下去下三度 你人界都未必够 因为释迦牟尼佛做人的机会率都很低 因为人类数目少 相对于其他数目 那你便会怎样 你便会掉下去下三恶道 因为人类不肯生 现在个个说生一个就算了 你连机会都没有了 于是他便会落下三恶道 或者等不及 等不及便让些恶业出先 便拉了你下去恶鬼道 或者在地狱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办法连结佛菩萨 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连结佛菩萨来协助的话 你是会落的 慈悲心的层次是不可以太低的 你要在你有生之年尽量把慈悲心培训好 还有记住不要犯戒律 犯了轻道的戒律 但是如果你不失菩提心或者慈悲心的话 其实你仍然有机会投生在佛萨土 根据《易经》文说 只不过你会混在莲花里面 莲花或者是等很久才开 犯重戒的更久 你犯重戒但是你又没有失去慈悲心 你求生佛萨土 你是可以去到佛萨土的莲花里面困住了 要你闭关十二大劫 以上十二劫即是多长 刚才说了一个小劫等于一次宇宙的乘住坏空 二十个小劫等于一个中劫 四个中劫等于一个大劫 你计一计一计一计 十二个大劫 如果你被困莲花的话 都比你被困在三恶度的地狱度、恶鬼度、畜生度 为什么? 因为在莲花你的贪真痴的八十种 不会那么激烈涌出来 反而会慢慢减弱 所以去佛萨土的莲花都比下面那三个恶度 所以因为犯重戒而被默奔的人 他们应该要尽快忏悔 尽快忏悔之后 就求可不可以去到佛萨土的莲花里面 好了 如果没有菩提心 就等于不能够成佛 那他们靠收什么来成佛呢? 就靠空性非有非空 收这个 用一个平衡于中度的菩提心 或者一种正等正觉来进入的佛界 那就是你一定都要收菩提心的了 因为菩提心的特性就是慈悲心 那你说空性不是非有非空的吗? 那你就真的要有个尚师教你 如何掌握这个空性 好了 为什么我们收这个慈悲心 或者是世俗菩提心 要2.5个柯真其劫 才能提升到去收圣意菩提心呢? 以前不是说过的 我们要解释一下 因为你要从理论 显鉴不是喜欢从理论的 就是学理论的 那你还要理解那套理论 理解完你要接受它 有很多人理解完是接受不了的 或者接受到20% 那已经不是接受了 你要接受到100% 那才可以去尝试实践 你说我接受20% 可不可以去尝试实践? 那那个实践就慢了 好了 尝试和长期是两个东西 你总要长期实践 还要成为习惯 那个习惯 那个习惯呢 要累积到 是发梦都记得的 发梦一定被鬼追都记得 走回那个程式出来的 这样才叫做是成为习惯 你还要累积到善业和思想连结在一起 要这样的 成为你的主导思想 你发事他事都会重于个人私事 成为你主导思想 你会可以进入潜意识 可以这样进入潜意识有什么好处? 这样才可以带到下一世 好了 下一世就要延续的 你又再投胎 你投胎的时候 你就要延续到上一世的100% 但是我告诉你 大部分都不行 有些人坐在深山里收定很久 都是恢复到50% 前一世的记忆 要100%就很难 然后才可以重新进行上述的程序 直至到回复100% 你想想你只是这个过程 你已经知道 为什么你要2.5个阿珍期劫才能收到 因为这样的收法太累積了 那你又要继续提升你的心性 又要累积你的善业 就是说回到100%之后才可以上路继续这些 好了 那你又直到有一世终于累积到够了 那你就可以生起你的智慧 然后你才懂得配合界定位 就是来平衡于中度地收 收这个愿行与菩提心 那才可以提升到下一个阶段 那你所累积的善业和思想 所生起的智慧 足不足以去理解心经 你看看千多二千年来 那些人解释心经都是在字面解释 都还说不到原来心经是在说法界的状态 一元状态所出现的现象 那你就可想而知 有多难去明白那些经讲什么 那就是智慧不够了 智慧不够才会解错的 千多二千年都没人解释 那就是未到位了 那所以呢 2.5个阿珍奇劫 你连人家教你佛法的那个人 都说不到为什么 所以你还不要收2.5个阿珍奇劫 好了那你生起了智慧了 你理解到心经的一元状态 你才可以知道为什么要去修行 那怎样修才叫一元状态 怎样修下去 那你才知道下面那些 那你才可以进一步理解 什么叫空性非有非空 不是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 好了 那你修的时候还要不要有任何中断 修修下不修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修了十二日 那这样就不够了 那就叫中断了 又犯戒又不参悔 又不修行佛法 又错失一些学佛机会 无论你是哪一样 都会形成无了期的下堕头生 你是没办法重出新天的 太难了 你只要有一次跌落地獄 你都很大件事了 出不出来的 由于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说了 一切无常 必须珍惜 如果你今生就有人这么详细 这么好心 是这样 都不怕自己辛苦 讲解给你听 你就真的要珍惜了 我觉得 下世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长气了 好了 那你说 我如果修圣义菩提心 如果没有了些细节 又没有上司 帮你糾正心性的时候 那你就要修零点五个 的柯真其结果 又为什么呢 你说 不是積殉成佛的吗 我如果又识了那些竅门 我看了那些生死的 西藏独亡经的书就识了 那你看了而已 不等于你懂得运用的 智慧的生起了之后 你要获得这些生死竅门的知识 获得完之后 你还要理解这些生死竅门的知识 理解它 理解它之后 你又要实展这些生死竅门的知识 然后还要有个专人训练你生死竅门的教法 他将所有细节要讲得很清晰 带着你来修 然后还要负责糾正你的心性 你总是每天都会犯戒 你整天的心性不好 他可能会重到死 他要骂你 当你让他这样管住你 你真是幸运了 他这样管你十年 如果那个上司 只有十年命的 管你十年 真是恭喜你了 如果他有二十年命 你又恭喜你了 他可以管你二十年 那你就起码当你收十年 十年你不是成三百六十五日 你不是可以收到三千六百五十次 好了 那你就有即身成佛的希望了 你训练了这么多次 是吧 连续性 那你还要生前有修持大圆满的车车 你是有直指心性的训练 那这个我们会陆续的 持悲心和菩提心的灌修方法的 的后几集都会解释的 都会讲的 那否则呢 你即使懂得了圣意菩提心的灌修方法 我又教了你了 一会儿会讲完口诀 又教你了 那如果没有专人教授 和训练你一些生死小门的教法 就是没有了些细节 你要自己摸索 那你就要死一次 你死一次的时候 你就会在临终中阴那里 回复你以往生的教法的记忆 你又一定会记得 我终于在2017年12月10日 那天我就在这里听过这堂 是的 这样说的 于是我尝试这样去收 那通常你掌握不了 因为很难掌握 很多修行人收了很久都掌握不了 不要说你了 那你就失手了 你又要等什么呢 等下一次再死 那你又要死足三千六百五十次 才叫收回三千六百五十次 那你就及不想 连续在生前收那三千六百五十次了 那所以就要0.5个 柯真其挟累积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我就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要这样 所以没有糾正心性的上司 来跟进你的个案 就等于没什么用 因为我们真正要去到佛杀土 或者成佛的话 其实都是靠个心性的 所以这个就是了 那现在呢 我就讲个口缺了 那我们怎么灌收才是最准确 当然要有口缺了 我们介绍过法界宝藏卢 是我们修持大元满的口缺精华录 是我们灵马派 即是红教 收大元满的祖师 龙青巴尊者所住的 它是集合了十七步逐步的口缺 即是十七种不共的实修方法的口缺 好了 是大元满描述肩断实相 即是所有的相状 即是为什么要断掉它 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形象 你要断掉它才行 即是才能显现到这个法性的菩提心出来的部分 好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灌收口缺 上一次我们想讲没有时间讲的 这个灌收口缺 自性本然清静菩提心 它说我们的菩提心 即是我们的正等正觉 它是我们的自性 是我们的佛性 它本来就拥有是一个很自然的 清静的 不需要制造出来的 是自然存在的 它是一种一元状态的正等正觉 是一元状态的 记住 是一元状态的 那么就 于无方之来去之法性 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你是不需要去想想法性究竟去哪里 摆了在哪里呢 发性是在头 还是在佛杀土呢 不是 它是片满一切处 这句话的意思 发性是片满一切处 所以你是不需要想 如何去放置这个发性 又一会儿又来又去 所以它是不来亦不去 即不是说由这里 就来到这里来来去去 因为它片满一切处 到处都有 又要不要由这里 走到这里 发性不会说由 头额顶又走下去 脚趾都没有这些东西 是片满一切处 这句是这样的 尋顾未立发性虚空界 如果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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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性究竟在哪里 会否发性在虚空界呢 应该如何安立它呢 摆在哪里呢 我现在就告诉你了 知智性故燕光明日月 那你就这样了 智性是怎样的呢 只要你燕光明日月 你就会出现的了 那就是说什么呢 它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些 为什么我这么长气 刚才说了一大论 临终中音呢 就是为了解释这个口诀 不用那么长气说一次 那这个就是说白明点出现的时候 我不是说过的 我叫你记住它的 那感受是什么呢 无云情空 无云家 它只是出个月出来的 就是月色皎结 不会出云那么多余的 没有干扰的 它是 所以它是月色皎结 就是出了个月出来 红明点出现 我不是说过 就是旭日初生的一线光明 那就是日又出来了 那德不是会融入过光明的 如果你第一次不行的时候 你不就有第二次的 法性出现的机会 那个就是德融入光明的 那个就是光明出现 那就叫做现光明日月 那有些书就解错了 解错了 他说这句就是这样的 他说法性的显现 就好像那些无云遮住的日月 那样的解决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说临终中音 那现日月光明就是我们的 法性出现那一刻 知智性故 所以如果你想 真是要 智性本来看不到 它没有任何形象 那你怎么知道它出现 是吧 你怎么掌握它出现那一刻 那又怎样 那就是在临终中音 现日月光明那一刻 你就会见到它出现了 所以如果有个上司或者 有些零波车或者一些书 解错了这句 那会有什么效果 解错了就不是这样了 解错了之后 就不是完全就是另外一样东西了 那就会以为我发声明 就是说你们就不要有干扰 好像那些日和月 怎样得日和月 那就不要干扰了 就不是这样的 它是说你要收这个 临终中音的这个 这个认真得光明的程序 那你收的时候 就是那个发声出现的那个时候 那你就要记得掌握这个 灌收口缺 它就是说你要做灌收口缺的时候 要做这个 那怎么做 我们看看它怎么做 亦未灭境 亦未取内心 这个就正式收这个 临终中音的时候的口缺了 它说你不要灭境 什么叫灭境 哇有日能不能 发声是没有任何状伤 灭了日它 立刻当见不到 那一间就说 咦取内心就是说 啊这样 什么来的呢 又有个日又有个月 咦是不是就是什么来的呢 是不是发声出来呢 啊发声是不是就在出来呢 那又不行 亦未灭境亦未取内心 你不要在内心里想着 这些是什么来的 就是你训练没有数 就是叫你每天都要去训练一下 那你还在想着 在内心里想着这些是什么来的 取内心来判断一下这些是什么 都不行 在那个状态 你要立刻 你已经是要之前 已经启动那个进入法界的程式 启动了之后 就已经 什么 取内心也不用 不用什么灭境都不用 喝得它怎样呢 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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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 若未动 就是说 你什么都没动 喝得它自然显现出来 然后你就会进入那个 那个了 就是你定住在那个境界 刚才不是叫你定住在那个境界的 若未动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你定住它 那就行了 让它自然显生 那你又启动了那个程式 所以你随便没有一样都收不到 你没有了我教你那个 启动进入法界的程式 你没有预先启动到 又不行 你都没有那个特性 怎么进入呢 接着你说我没有定力 我没有定力 你就注留不到在那个 黑正德的那里 注留不到在那个光明的一线 若黎明初现的光明那里 你又注不到 那你怎么进入呢 那你整天正在想 出了出了出了 你又去取耐心 在想 快要出了 快要出了 你都不是把主意力 放在那个 我教你那个程式 和那些 这些的口诀里面 就是你又要配我教你那个程式 又要配这些口诀 又要扣 又要配训练有数 接着 还要配上上师 纽证你的心性 这样 那么多样子 才行的 这些就叫 灌收口诀 好了 就是说 你一定要记得 启动进入法界程式 的那个程式 然后加入这些口诀 那就以达 蒲然 港大之专义了 那你就成了法身佛了 其实是为什么呢 港大的意思是什么呢 港大就是说你的法性 你的菩提心 或者你的正等正觉 是屁满一切处 所以他是港大 港大到什么呢 就叫大圆满 大到全部满了 圆了 没有漏到的 大圆满 那就是港大的意思 那什么叫普言 现在解释 什么叫普言 为什么你说这句 等于你就可以成到法身佛呢 那就是要解这个普言 两个字 普言就是普言王如来 那么解 如来就是佛 那又叫做法身普言 他呢 我们密宗叫他做本初佛 即是叫做法身佛 他是最高的佛 是宇宙中第一个成佛的 那他象征着一切众生心里面 所具备的光明本性 一个清静的佛性 那大圆满的教法 起源于普言王如来的 经年花生大事 再传入西藏的 那这个的 为什么说收大圆满 给一切 现在你们世间所发明的那些 那些 祖师所发明的教法更加好呢 无论你是大手印也好 是什么都好 为什么那些人 都觉得大圆满才是最高的呢 很简单 他是由一个真正成了法身佛的佛 来教你的 他不是由一个人来教你的 人是会有局限的 众生都未成佛 未成佛怎么教你呢 他还在收紧的过程中 不过这样 一样有好处 他们教的口诀 他们教的大手印 他们教的东西 一样有很多精华在里面 我们是要吸纳各方修行的一些精华 只要它是正确的话 那当然你要懂得筛选 那些不对的你要懂得筛选 那你才可以明白这个大圆满的更加深层的意义 所以他们是一个座原 那大圆满呢 就被认为是最高的法要是因为它是最圆满的一个教法 没有错漏 原因呢 如果你说唯一有错漏就是你解错它的口诀而已 它本来没有错漏 原因它是因为由法身佛所教出来的 它是帮这个大圆满是帮到你成为法身佛的 而这个现在教你这个口诀就是教你怎么样去看到法性出来 然后去收的 那这个呢 就解这个普然的意思 普然就是代表法身佛 以达普然 港大之专义就是说你终于明白了 法身佛普然黄如来的教法 的大圆满 你明白到怎么收了 你终于明白了 那你就可以有机会成到法身佛 你不明白这些是成不了的 我告诉你是成不了的 那所以这个口诀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我们收菩提心的时候 是一定要有的口诀 是临收临终中阴那个的窍门的时候 一定要有的口诀 那个口诀就是这一句 亦未灭境亦未取内心 至声至声 妆方若未动 那就背熟它了 背熟它就不是要来背的 就是要来什么呢 要来用的 就是说我要来实修 就是说我要来实修 就是这样用这个口诀 来配那个启动那个程式 来到去进入那个状态 那你就可以收到法身佛的了 那就叫做以达普然 并不选港大之专业 所以如果你解这个口诀 你不要误解 其实你不能配出台中中音来收 你解错了日月两个字 就已经不知道是什么 那你就就这样背熟 那这两句口诀 这两句口诀 在整篇被你背熟 这篇都不能收到 你知道日月 就是和光明出现的法子却才能需要 我们在12月31日会有个阿弥陀佛弹的《烟共法会》 《契下集法王涅槃》两周年的纪念 当时会讲《慈悲心和菩提心的灌修方法》第四集 今天只是讲了第三集 讲什么呢? 下一次会讲死后第二阶段成《报身佛的生死效门教法》 普通人如果没有听过就应该连这个法性中音 就是第二阶段都出不了 但如果你有听过 你又懂得一些竅门来修 那你就可以进入这个法性中音那里 你就会有机会配合口缺修法来修这个法 就可以成报身佛 下一堂会讲的 当然我们也会讲启动进入法界成佛的程式 大圆满口缺 其他的口缺我们都会再讲的 这个法界宝藏论的菩提心的灌修口缺是很多的 很多的 我现在只是讲了 我将最重要关于临终中音的口缺抽出来教你 有些人连这个是临终中音 因为太多了 连这个是临终中音的口缺他们都不懂的 他们都不知道在哪里的 我是特意抽出来教你 我们都会对比心经的灌修口缺 心经是讲法界的一元状态 那它里面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东西去帮助我们呢 那我们都会对比来 就给多一些的座员 让你们去收的 那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为止了 容际里面的福西 今日都会对比较好 儿子 永久 未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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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常